如果你问我 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感情是什么 我会说 不是亲情 不是爱情 而是兄弟情 因为亲情 就算血浓于水 都在乎沟通与关怀 爱情就更加不用说了 不沟通也不行 还不沟通 没死过 但是兄弟情 很神奇的 是供应 不需要沟通 因为著名的演艺艺术家 张家辉曾经说过 做兄弟 在心中 你感觉不到的 我说一万个理由都是废 我都不吃牛的 所以很明显 做兄弟 最重要的 就是要记得 兄弟不吃什么 其实兄弟之间的关系 真的很复杂 为什么兄弟之间不需要沟通呢 因为他们不会计较 但是你说他们真的不计较 有时他就计到你方 好像阿慧 最近很明显 他在算计我的另外一个兄弟 阿强 我和阿慧和阿强的关系 是根据每一集 需要的情景而定 去不同 总之这一集就是这个关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因为阿慧和阿强 两个都很喜欢吃宵夜 尤其是阿慧 常常在这扮国库城 喂阿强 吃宵夜了 我睡觉一定要吃宵夜 我吃不到宵夜 我会觉得今天没做 没做到我应该做的事 我要执着 我要骑手帮我买一顿宵夜 我自己去买 我很执着 我打电机去买 还要吃两餐 他很执着 所以阿慧和阿强 晚上没什么事 就会一起吃宵夜了 那肯定会涉及一个问题 这个迷单 说真的 这些问题对一个男人来说 确实不算是什么问题 神经病 我们是男人 A什么A 几条麻辣拌在这里 还叫AA 让隔壁桌看到 我以为我们吃美 很不型 很臭的 吃宵夜的时候 吃宵夜的时候 砍 喝 埋单的时候 每个人 多少元 喂 生蠔你多吃两只 我吃了两只只臭的 那怎么算 那半打羊肉串 我吃了两寸 那又怎么算 这些东西你叫生蠔就不应该 你又没女儿 你吃那么多生蠔什么 还有我只臭的 你这么胖 你用那么多肉 那么多烧 你分明是想自杀 那你的钱留在这里没用 又带不走 你买单 你看看 小时候的男人 心胸 真男人 从不AA 所以阿慧和阿强 选择了一个 绝大多数男人都认同的解决方法 轮流埋单 你请一次 我请一次 4写5入就叫AA 可能每次将单的价格 是有点不同 哎 不过那十几二十元 你不会和兄弟计的 你多用两个伙机 就当为皮 这个是广东 是麻辣 用了代火机 不是点点炆香 于是者 阿慧一直都没怎么计 但是吃下吃下吃下 他有点觉得不太妥 星期一 热牛肉火锅 成为218 阿慧比 星期二吃大排 当成为125 阿强比 星期三吃鸡煲 156 阿慧比 星期四吃七仔 75.8 阿强比 星期五放假 两个人决定吃好点 去吃烤羊比 再加两打烧生蠔 一碟炒饭 两只大扒 总计 319 有16元停车费 阿慧比 阿慧很绝望 停车费真的很贵 而令阿慧觉得更绝望的是 为什麽每天到自己买单 吃的那一餐就这么狠狠 说是一人请一餐 但是吃了整个星期 阿强就给了208元 那8元只不算 当它是200元 阿慧给了709 齐头710元 阿慧足足给多了510元 而他们两个人工 是差不多的 那还怎样做兄弟 现在大家的存款都不同 而且阿慧是没得怪阿强 因为想吃牛肉火锅 但是我继续敲羊给那个不是阿强 而是阿慧 基本上去哪里吃宵夜 都是阿慧自己决定 那他叫竹虫入屎 自从阿慧觉得自己 被自己找了笨子之后 他就隐隐约约 情不自禁地 调整了吃宵夜的餐标 原本昨晚阿慧想吃MG 但是一想到 今晚轮到阿强请了 不知道为何他就很想吃海底捞 应该是读海底捞的 因为打边罗是要捞的 那如果你去打边罗是为了搅的酱料 那利用搅都可以 看你个人习惯的 原本今晚我是想吃烧烤 但一想到今晚是我给的 烧烤烤有什么好 有热气 不知道材料新不新鲜 宵夜也是不健康 不如喝凉茶吧 久了之后 阿强就开始觉得不破了 为什么最近我每晚陪阿慧吃宵夜 他越吃越胖 我越吃越穷 突然有一晚 阿强忍不住要摊牌 那晚轮到阿强买单 但阿强是没有带到钱去的 银包没钱 微信 支付宝 银行卡 统统转借给人 就连平时他习惯 藏在底裤里的两百元都没带到 因为当晚他直接就不穿底裤去 然后就精彩了 不是你请吗 是我请 不如你先给他 我没钱 我没钱啊 你真的没钱吗 我真的没钱啊 继续小碗 不如继续小碗 你多吃两只生虹 这只你洗吧 吃个宵夜都这样 追女人更加不用说了 两个男孩加起身 两百多只鸡眼 不是 新眼 三两个钟放下 嗯 哇 哎 小铲这么漂亮 先介入我 肯定你喜欢这个旅行 谁说我喜欢这种旅行 不要紧 你都去追 你这么喜欢你追 是你追啊 你追啊 是你追 大家不要追 大家不要追 当晚各位就见到 阿强和小铲一起吃糖水 为何你今晚会和小铲一起吃糖水 为何 今晚社团团见 不要说去我 你退就了 我可怕了 我以为你爱追,你吵小铲 你这么激动 干什么 不通你 怎么会呢 有情况我会跟你说 有没有情况 我没有 那就是 然后第二天 阿强就听到叔叔 teachers说 阿蕙和小铲坐马一起上课 为何你今晚会和小铲一起上课 为何 因为今日经常都是变生虹的天才 涂货咋这么大声 名字? 有沒有點名字? 沒有 嚇得我?還以為你想追小陳? 你這麼記住幹什麼? 難道你... 怎麼會呢? 有情況會跟你說的 有沒有情況? 沒有,哪有? 神經病 那就是了 但是子始終是包不住屎 包得住一時,包不住一世 對了,以後看月次一二,避開飯店 你們認識的? 一般啊 不是很熟 小陳你都要帶眼識別人 有些男生看起來龍眉大眼 但是私底下穿內真高的 對了,你看這些連藍 好像有很多頭髮 像M字一樣 好像過得連拋頂 那多好,有些人不用戴褲 你不用戴褲才說我? 你神乖,你一馬屈九十幾次 你忙啊,你缺蓋 難怪要穿內真高 死乖佬 死藝仔 咦?小陳你在幹什麼? 哦,我在發小紅書 不用理我,你們繼續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 嘩,原來那些男人 這麼多心計 原來你們說的兩協插刀 是插兄弟那裡? 等我告訴你 就算發生了以上所有的場景 那些男人依然可以當兄弟 但是接下來的這件事 只要你對你的兄弟做了 他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兄弟之間最深最大的算計 就是看測的時候 反正都是最後的 不如等著一起衝線 兩個人沒那麼醜 好啊 你老X你陰我 我不要做最後一名 你老X你陰我 你老X你陰我 對不起兄弟 你這個世界成王敗球 我還是需要有幾隻 你們兩個都不合格 下個星期補好 好啊 說話 嘩 嘩 小心 這麼漂亮的女孩 性格也好 是你喜歡她的女型 誰說我喜歡 你平靜 是一直看我們那個方向 好變態啊 你 看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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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嘩 看看我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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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